有关Google地图部分的话 那这个应该各位不会太陌生吧 首先的话 我们比较常用应该是路径规划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从哪个地方到哪里的话 你可以A到B 那你可以找一个地方 比如说要从台北车站 假设你要从台北车站到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话呢 那该怎么走 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台北车站 然后找到 它会先标注一个起点 然后再找到比如说海洋 淡水校区 你可以按一下路径规划 那这个是Google地图本身的功能 那当然你可以找到之后的话 甚至这些你可以放大缩小 这个都不会有问题 有个放大缩小 那这个倍率的部分呢 如果在Google地图的设计里面 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2 这个是一直加到最大是20 那如果是这个小人的话 这个是叫街景 这个街景就21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 要显示我们现在学校的这个街景的话 很简单嘛 直接把这个绿人呢 往前拉放在他这个地方放开之后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现在学校的街景 那当然这个街景呢 不是这个不是最新的 它可能有一段时间以前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现在在盖大楼 还是没有显示出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按个减号 或者往后 滑鼠往后推就可以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常用到的像什么 你可以加入什么卫星地图 这边就有卫星地图出来 甚至呢 你可以加入什么路况 路况的话呢 其实我也蛮常用的 比如说呢 到底有没有在塞车 哪些地方有没有塞车 其实你往往后拉 有没有 你会发现呢 如果有塞车的话 会用红色显示 如果没有塞车的话呢 那就会用那个 我们不过这个地方 要把它恢复成一般地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路况有打勾的话 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都会有路况 会显示出来 然后它告诉我们 这个交通状况 如果这红色就有点塞了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现在周边 这部分呢 都没有塞车 那高速公路上 有没有塞车呢 你也可以往这边拉一下 看一下高速公路 有没有 一高现在都没有塞车 现在都没有塞车 那如果说下班时间的话 应该就会有点塞 像这一小段有点塞